大家好 就今天跟大家分享在阳台如何栽种香菜 像这种香菜我们购买回来之后 先不要急着马上给它播种下去 只要多做一步 就能让它长根发芽快 成活力高 而且能少生病 那么是哪一步呢 这一步就是把这个种子给它倒上来 然后再用坚硬的东西给它碾碎 不要太用力碾 只要一粒种子把它碾成两半就可以了 碾得太碎也不会长芽 看像这些种子就是给它碾碎成两半 之后就把它放到30度的温水里面给它浸泡 大概5个小时之后再给它捞起来 然后再给它进行播种 这样发芽特别快 接下来就是准备好营养土 还有一个花盆 将营养土放到花盆里 接着把种子捞起来 把它撒到土壤表面 再给它覆盖一层薄薄的土壤 再喷湿土壤 在没长出芽前 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盆土的湿润度 不能太过湿 只能润而不湿的状态 就有利于发芽长更快 放在中足的光照养护即可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